好,那你來看昨天才爆紅的Lucas就是這一位了 他是謝霆鋒跟張博之的大兒子 這一次呢,他在上海電影節亮相 可愛的模樣是超級吸睛的 還大秀Michael Jackson的經典舞步 可以說是搶盡風頭哦 不過呢,他的爸爸謝霆鋒也說了 Lucas的密集曝光呢,已經帶給他不小的壓力了 熟悉的音樂響起,Lucas模仿起Michael Jackson的經典舞步 有點深色的具體動作,還是超級卡哇伊 一副天生明星架式 媽媽張博之在旁邊看得好開心 Lucas這一回跟著爸媽一起亮相上海電影節 馬上成為媒體焦點 不過演出電影《新少林寺》的老爸謝霆鋒倒是放話 如果小Lucas不聽話,就要把他送到少林寺去修行 玩笑歸玩笑,Lucas竟然密集曝光 似乎已經給爸媽帶來不小的壓力 有一點壓力,但是 可能這個就是一個 出生在演員家裡必須經過的一些磨練 十四號晚上,張博之從上海飛回香港 雖然沒看到Lucas的身影 不過在機場守候的媒體還是蜂擁而上 提出的問題問來問去都是Lucas 不過現場推進越來越嚴重,張博之開始顯得不耐煩 回答問題也心不在焉 腳步是越走越快,最後乾脆衝進座車閃人 看來Lucas這一次瞬間爆紅 恐怕還會給謝天鋒跟張博之帶來更多的壓力 的確有說到壓力